來到淡水巴士一街的路口 可以看見公車站牌旁就有幾根電線桿 上面是台電的變電箱 公車靠站無法貼近人行道 不但占據了半條馬路 後面的機車必須切往中間車道 或者是像這樣 從電桿人行道中間穿過去 相當危險 電桿的千尼 他當初沒有考慮到 因為這邊是後車 後車的地方 民眾後車的地方 然後他現在放在這邊 就影響到公車停靠 也靠不緊 而且公車停在幾乎占用一線道 後面也常常發生機車的追撞 因為停的太靠路中央了 李章表示這樣的狀況 在一旁建商捐贈土地興建人行道後 更是明顯 擔心遲早會發生意外 因此今天也找了立委無醫生服務處 以及蔡景賢 以及正在立向醫院的服務處 幾個相關單位一起來會看 需要可以解決問題 一定不行 因為這個要起床退縮 所以這財在路中 這一定要牽 可以牽在公園裡面進來 這樣比較不容易 但是交通的台車 安全性 不過這機車都會放在這裡 事故都會發生 所以今天 慢慢去取消費 我現在才會協標 我可以牽在裡面進去 我們現場有遇到一個狀況 有台電的設備在這邊 因為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們行車的動線 還有公車停等的問題 我們今天邀請了相關單位來 因為涉及到了一些新北市政府的一些 權責問題 我們會在另外辦會看 再把這些問題解決掉之後 再請台電把這些便電設施 移到我們公園裡面去 留給我們道路使用的一個安全的空間 而會看中台電表示 原本就有意要在道路推修之後 將便電箱移到路航的旅逼來放置 但新北市城鄉局 堅持要台電附近 以使用租金 以此台電池為遷移電感 而在會看過後 相關單位也達成共識 為了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要求台電與城鄉局 要來後續協商 盡快完成遷移作業 還給民眾安全的道路 記得陳柏惟 帶點水採訪關擾 在北市上 有償 有償 感谢观看